再往下呢,我们要实现似中类的其他几个方法 比如说size,size,lens,empty方法 我们实现一下,我们首先实现size方法 Const 这里呢,我们直接返回upper size 再往下呢,是lens方法 直接返回upper,lens,就好了 三往下呢,是empty方法 我们判断,当前的实现对象是不是空的 empty 好,我们转判断的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对 realize 取放 再往下呢,我们来重载一个加等音范图 连接两个自伯串 啊,因为我们已经为它做好了准备,我们每次在分配的时候都会多分配一段,多分配50个字节 这里呢,我们如果说连接的自伯串的长度呢,小于50,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分配,直接给它连接过来就好了 如果说要连接的自伯串大于50的话,我们就需要重新给当前的这个对象分配一段区域 啊,realize realize,realize,realize realize,realize 回來就是剩余的 sabemos 如果大于임性静的 s打赞的 然后reolens 实际的长度就改变了 它是有来的reolens加 参数的整个长度 buff size也改变了 它需要减去参数的长度 接下来如果说当前剩余的区域是不够 是不够的话呢 大一等一 如果说剩余的区域是不足以进行进阶的话 我们就需要重新分辨到空间 分辨的长度是多少呢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保存一下分辨的长度 要分辨的长度就是将当前的对象 当前的这个对象长度 当前的自负算长度 加参数的自负算长度 这是拼接扣的自负算长度 然后我们需要再定义一个几帧 分辨一点区域 我们需要将这两段内容区域呢 都拷贝到比较大的区域里 使用sd-rc-dy 第一个先考前面的 拔会儿 然后接着呢 需要再考背后面的 然后呢 分别给它两个成员 进行新的汁 注意之后呢 我们是要 对原来的 进行释放 然后呢 不要忘记这一步 然后呢 将这个指针 指下 进行新的区域 最后呢 是return yes 下面呢 我们来重载一下 留插入的6T运算符 首先呢 我们来重载一下 留T运算符 好 为了使用 留T运算符呢 我们需要包含 ifstream.h投文件 然后需要将它 上面为 资论类的一个有缘 所以呢 我们包含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使用 namespace std 这样会方便一些 这样会方便一些 这里呢 我们声明一下 有缘 现在 稍微简单一些 好 我们直接 使用 直接将它 输入到 p buffer 好 return input 下 下面呢 还存在一下 流插入音效果 流插入音效果 下面呢 还存在一下 流插入音效果 这里呢 我们也是要将 流插入音效果 相名为 strand 有缘 这样呢 我们所有的代码就写好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代码有问题呢 这个实现呢 其实是我从其他地方看到的 类似于这种实现 可能跟着不完全一样 大概的这种 是差不多的 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在new 来分配空间的时候 是没有判断 这个指针是否为now 有没有分配成功 如果内存耗尽的话 那就是分配不成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访问 就会导致访问违规 程序直接崩溃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内部进行拷贝的时候 使用的是sdrcpy sdrcpy 我们知道 它是CM库中提供的一个函数 用来进行字符上的拷贝 它是将第二个参数的字符 拷贝到第一个的末尾 最后加一个-0 这里再使用sdrcpy 就不合适了 真正我们应该使用的 另外一个函数叫memory copy 它也是进行两个内存的拷贝 它不是一道-0结束 还有一个参数 用来控制要拷贝的数据的长度 这里呢 我们填入realize 下面呢 我们需要将所有的sdrcpy 换成memory copy 不要碰到它 我们一个一个来换 用我们使用了lens 来知道这个字符上的长度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以-0作为结尾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以-0作为结尾 下面呢 有些要提换 比如说 我们在视频的上方 简单 在面前 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这句话 因为我们这里呢 这句话是表示我们从键盘 读取字符 然后输出到这个buff里面 但是呢 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停止呢 我们这里是不知道的 如果说我们输出的字符 要大于这个buff的话 那就会导致那层越界 就会导致一些问题 那这里我们不能直接使用c 可以使用它的一个成员叫get 它只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要接收数据的缓冲 我们填入cuffer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最多 这个缓冲最大是多少 这缓冲最大接收的数据的个数 我们选size 这样的话 当它输入的长度是size这么大的时候 它就会结束 不会再输了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是结束符 输入的数据没有达到size 但是如果遇到这个结束符 也会是提前结束输入 所以我们使用-n 这样的话就会保证 我们输入的这个数据 增产不会超过buffer的这个长度 还有一个问题是 留插入符 因为这个cout这个呢 它是遇到-0 才会结束 但是因为这个pbuffer 我们没有使用-0 才会结束 输出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 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方法 使用cout的一个成员 它叫做put 啊put呢 每次向屏幕输入一个字符 可以便利这个buffer 首先呢 我们获得一下这个buffer的长度 然后分别将它输入到屏幕上 一个一个字符的进行输出 这里呢 我们使用它的下标印象符 重担 这样就可以了 啊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编译过 不知道它们编译的成功 另外我们的每点cdp里面 啊是空的 我们还没有定义每函数 这里加一下 我先包含lstream 然后呢 啊包含 stream.h 这边是每函数 这里呢 我们定义一个似针对象 然后我们将它输出一下 编译一下能不能编译的过 哎 已经成功了 啊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是不是对的 大家可以看到 结果是对的 啊啊 虽然我们代码写完了 但是说我们代码有没有什么bug 我们现在都是不知不清楚的 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就会隐藏一些 bug 那这里呢 我们啊 对我们那些接口 简单的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首先啊 各道函数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种分隔的各道函数 测试好了 那下面我们再来测试第二种分隔的各道函数 我们再定义一个对象 str 2 啊 它是 十个元素 每个元素的值都是a 然后呢 我们再输出一下它 测试一下啊 复制预算符 5 然后呢 我们再来输出一下str2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拷贸过道函数 我们进行str3 加密 str2 我们输出一下 str3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size line 这个 给大家看 sehen 呢 未经许 很多 都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连接银行户,顺便定义这个字符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下sdr3 编译一下,编译通过了 下面我们在这里下个断点,然后我们调试一下,还小心没有bug 大家可以看到程序现在已经重担到这里了 说明现在程序已经遇到了异常 如果说我们没有复加调试器,这个时候程序会崩溃的 那因为我们复加了调试器,这个时候程序遇到错误会重担到调试器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程序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程序是执行到拷购到函数的时候崩溃了 我们在测试拷购到函数的时候 然后进入到拷购到函数内部 然后删除这个指针的时候到这里的崩溃 我们可以看一下指针的值,可以看到全是cc 很多变量,如果你没有给它初始值的话 调试器末日会给它复一个cc的值 这个原因已经很明白了 在使用拷购到函数,创建一个新的对象的时候 这个新对象的buffer值还没有给它复初始值 然后我们就判断它,是不是非空 这个时候它的值全部都复制为cc 表示为初始化 因为这个地址是不可访问的 所以说删除这个区域会导致崩溃 那么既然原因清楚了,我们需要怎么修改呢? 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在puffer值的函数里面给它进行判断 好,我们终止调试 然后我们再编译一下 好,重新开始 它有没有,它有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程序已经执行到了 中文函数的末尾,那比方说我们这个程序没有遇到错误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序书的结果是不是对的 首先呢,我们创建了一个str,这一个对象 它的值呢,是hello-string 这是对的 但是呢,第二行我们创建str2 但是第二行书的结果仍然是hello-string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笔物 我们这里应该填上str2才对 然后后面呢,我们加str,输制给str2 那这个时候str2的值 我们这里是测试的重载的复制应算符 那这个时候str2的值就是hello-string了 这一行呢,是测试的考虑过道函数 那str3的值也是hello-string 下面呢,是测试的size和length方法 分别是63和13,相差50 这一行呢,是测试的加等预算符 进行两个这样的追加 可以看到,原来的值是hello-string 然后加上给它追加的几个字符 结果是这样的 这一次调试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我们在输出str2的时候 写成了str 我们修改之后 然后再写进行一下 诶,那这个时候程序的执行结果 跟我们的期待都是相符的了 目前为止呢 我们只是对接口进行了简单的一个测试 就说你的这个测试用力 不一定能够覆盖所有的这个路径 尊威胁是你覆盖不到的 即使说我们现在在这里简单测试的结果 是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程序就是没有bug的 我们测试用力是比较少的 我们没有提供完整的完备的这样一个测试用力 这个杰克的目的呢 并不是来实现一个没有bug的这样一个str0类 我们只是为了来综合以前我们学习过的各种知识点 比如说怎么去创建类啊 定义类的方法去使用重载 怎么去使用有缘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熟悉一下 接加标准库中的str0类的一些实现 那这才主要目的实现方法有很多 大家也可以不按照我今天这种方法 随着学习的深入呢 大家可以不断的对你自己的这个str0类进行完善 修复一些bug呀 增加一些功能 我们下期见即可 大气阳 我就可以进行